JASP 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心理能力 此经典的Hosinger和Schwanford 1939 资料集包含两所不同学校的七年级和八年级儿童的心理能力测验成绩 在原始资料集中 有26个测验的分数 然而 具有9个变数的较小子集在文献中使用更广泛 变数是 此范例JASP 档案示范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的使用 具体来说 我们将测试模型与基线相比的拟合度并估计因子负荷 此模型由三个共同因素组成 视觉Visual 文字Textual和速度Speed 所有因素均由三个观察变数表示 尽管因子模型绝对不是完美的拟合 但与基准模型 其中仅指定观察变数的变异数 相比 因子模型的卡方统计量明显较低 因子模型的较好适配也可以透过例如比较适配指数 CFI 来表示 由于因子缩放Factor Scaling 设定为标记变数Marker Variable 因此每个因子的第一个指标变数的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固定为1 其他负荷可自由估计 逐步演示 打开Data File 在Factor选单下 选取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将第一个Factor区取名Visual 然后将X1到X3置入 点击加号 得到Factor2区 将Factor2区取名Textual 然后将X4到X6置入 增加Factor3区取名Speed 然后将X7到X9置入 在Model Options下 在Model Identification中选择Marker Variable 在Additional Output下选取Additional Fit Measures 在Plots下 勾选Model Plot和Show Parameter Estimates